根据西安纳学院周四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大多数纽约人认为犯罪是纽约州面临的严重问题 许多人担心自己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者 根据西安纳学院于6月7日到9日 对纽约州806名登记选民进行的调查发现 对纽约公共安全的担忧跨越了政治派别 年龄 性别 种族和地狱 全州的大多数人 不论来自纽约市郊区或者上州 称犯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比例达63% 包括61%的民主党人 69%的共和党人和61%的独立人士 65%的选民认为犯罪在自己的社区中 是一个非常严重或者严重的问题 六成选民担心或有点担心自己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者 其余的问题上 州长霍楚的支持及反罪率为46%对37% 而霍楚早前签署的一篮字枪支法修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76%支持半自动步枪的许可证 58%支持取得防弹背心的规定 支持与反对加强纽约堕胎程序的法律保护比例为63%对19% 另有55%的人继续支持暂停汽油税 尽管有近两成人称没有看到明显变化 与此同时 51%的人认为纽约州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纽约市教育局周三公布最新入学数据 全市公立学校入学率大幅下降 较最初所预测的数据更低 根据纽约市教育局最终入学的数据显示 2001年至2002年学年 市公立学校注册学生人数降至91.9万 较当局去年10月的初步统计人数减少2万人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减少8万多人 跌幅8% 其中入学率下降最明显的是 学前班和幼儿园的学生 今年全市4岁儿童学前班计划的注册人数 从7万人跌到5.7万人 中学生和高中生入学人数也较少 明年秋天只有7.4万名学生申请 市官员表示 由于出生率下降 导致全市学校的入学率也下降 根据独立预算办公室3月的一份报告指出 自新冠疫情以来 公校损失明显加速 更多学生选择入读私立或者特取学校 或者选择在家上学 甚至完全离开纽约 入学人数减少可能会对个别学校产生深远影响 以防止入学率下降的学校亏损 市府将会削减2.15亿元的学校预算 这可能会迫使许多教师被解雇以及取消活动课程 根据纽约市警的消息 一名37岁的男子在布鲁克林地铁站被一列地铁拖到铁轨之后 被另外一列地铁撞倒 最终伤众死亡 警方表示 事发在周三晚上的11点50分左右 37岁的布莱恩乘坐Q车 在Maywood的M大道车站下车时 衣服被正在关闭的地铁门夹住 随即被驶出车站的地铁拖行站台 有目击者表示 当时布莱恩发出尖叫 一名听到尖叫的乘客马上找到服务台求救 当局表示 由于布莱恩卡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一扇门 在他被拖出月台之后 落到了铁轨上 三分钟之后 另一列近站的地铁撞到了布莱恩 导致他的左臂和部分左腿被切断 警方接报之后 将其送往蒙尼德医疗中心进行急救 于周四凌晨一点最终宣布不治 调查人员说 在第二列地铁撞到死者之前 不清楚他的伤势如何 也暂时不清楚衣服被地铁门夹住的原因 事件正在调查之中 纽约市卫生局周三宣布 为减少市民被携带 悉尼罗河病毒文字叮咬的风险 将在6月21日到23日的早上6点到晚上7点期间 安排直升机在空中喷洒杀虫剂 卫生局表示 直升机将只在非助宅区域进行药物喷洒 包括布朗市区 布鲁克林区 黄后区和史丹顿岛的沼泽地 以及湿地地区 喷洒杀虫剂的时间为三天 但完成操作的实际时间可能更短 如果遇到恶劣天气 喷洒操作将顺延至6月24号及27号至28日的相同时段 市卫生官员瓦桑博士表示 随着进入夏季 将通过在蚊子幼虫生长的地方有针对性的试用杀虫剂 以及在必要时喷洒杀虫剂 杀死受感染的成年蚊子等方法 使纽约市民免受蚊梅疾病的侵害 瓦桑还提醒 特别是身处沼泽地区时 要使用杀虫剂来保护自己 并确保活动地区的地表积水已被排除 或可向311报告地表积水的情况 当局表示 空中喷洒杀虫剂可减少蚊子的数量 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蚊梅疾病的风险 有关喷洒杀虫剂的详细区域 可登陆市卫生局官网进行查看 空中喷洒杀虫剂